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与北之间 有几多是真 是假 东与西之间 你又看得几穿 几头 风光如画的香港 拥有无穷无尽的风土人情 纯朴的都市 纯真的面孔 吸引了原本生活在 五光十色的农村 复杂人制关系的地方 长大的小坚 来到这里生活 今集 小坚就带我们 尋找他乡的世界出发 其实我想说 我本身是城市人 有一个很纯粕的 很简单的生活 后来因为我妈妈想我学好些 想我多些接触不同的世界 接触外面的人 所以在十四年 就送了我去农村留学 其实我觉得 我不是我选择的这条路 但我真的去了 很多人就看到我 是城市人 所以看不起我 从农村长大的小坚 他怎么看农村和城市的生活 对于他来说 城市又算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农村和城市最大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大分别的地方就是农村的人很尴尬 每个人都很不真诚的那种感觉 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 最记得就是我乡下的那只牛 他经常在我面前很努力地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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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戴着假面具 最厉害那些牛戴着假面具 但是城市又不同 城市的人很纯粕 幸好昨天唱卡 玩通顶 喝酒 喝啤 吃意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纯粕 我的肺子很干净 还有我看到经理骂的员工 我的经理是真心关心的员工 而员工也笑着回应的经理 我觉得那种感觉都是很真诚 我有点感动 你感受到这个纯粕的气息 交通的空气都非常干净 一点都没有汇染 还有最重要的是 这里闻不到少少的金钱的臭味 呼 连我都想向上一下 你看看我的背景 全部的人都很和谐 生活得很开心很安静 在这里 在城市里面 你可以感受到物质主义的世界 是多么好 多么清新 而小坚来到城市 更加即时体会到 城市人享受免费午餐的特色 很多人都以为 这里用钱来买东西 其实不是 这里有很多免费的东西 今天来一来 非常之分香泊鼻 你看看 请在者女进食 这里可以拿东西 有很多东西 想不想我拿东西给你 哇 原来这些东西吃到我 其实这些东西 我在很多地方找了多年都找不到 想不到这些免费的 进食的地方竟然可以找到 好 味道 还是那种味道 好 好 真的没有东西吃 政府所推行的九年免费进食 是喜 战争的伤痛是秘 那究竟悲与喜之间 又有多少伤痛 可以从历史去借镜呢 我现在身处的地方 非常危险 所以我都穿着一件鼻蛋衣 我怕有什么损失 到时就 命制都不什么了 大家所见 有很多是以前旧式的对雷 既然旧式的对雷 全部都比较迷你 通常大约一个垃圾桶 通常人们很不过意 撞到就会爆炸 我看到这些地雷似乎很危险 但这些地雷的危险性 远不及乡村的地雷 因为城市有地雷 鸿村也有地雷 那些牛屎 鸡屎 是比这些真正的地雷更加残忍 和更加现实 地雷最多是炸断手脚 但是踩到屎的 是一世的 所以生机 相感过后 小坚再次站起身 面对人生的价值 小坚又如何去理解 就让小坚和各位 说成功 论失败 如果你问我 成功是什么 我觉得成功 和失败很大关系 如果失败在这个位置 成功就一定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成功和失败 是不关事 金雕玉砌的皇宫 听得见的荣华富贵 欲望 是什么呢 这里是皇宫 叫玉花园 看看后面 在高楼大厦 和皇宫非常不配 让我想起童年 通常都是说起 九五八八的东西 所以我会说回童年 说起 权力和欲望 权力的欲望 我觉得权力不是代表一切 欲望才是拥有 又是和这些东西 九五八八的东西 我会联合一起去说 你看看 那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之 非常非常 走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小健找到一点点的高位 就是同样拥有黄色皮肤的华人 菲基 我身边这位朋友 就是在这里的唯一一个华人 其实我对他的背景很有兴趣 究竟为什么他会一个华人 千里少少来到这个地方 去尋他的根 尋他的子孙根呢 下一集 我们会访问 曾经做过珠珠盒 蝙蝠盒 月光宝盒 和桃红眼影粉底盒 非常出色的演员 菲基 和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夜之间 他由当时红极一时的国际巨星 变到现在这么惨 飞机带我们谈论 由红变橙 飞机带我们谈论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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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们 真的很虚假 唉 这个城市的人 就是这样的 好棒 你看到这里 看这儿了吗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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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 了 淘汰